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介绍的一位歌姬 他是新二代 年纪轻轻12岁就担任乐队主唱 还有他演唱的福音战士新剧场版Q的主题曲都堪称经典 他的声音有种魔力 会令人朗朗上口 唱的歌曲都是耳熟能详 在90年代末期到千禧年代 可以说是他的事业巅峰 16岁英首First Love风靡整个亚洲 专辑发售当年在日本国内销量突破765万张 并持续停留在排行榜上长达85个星期之久 同时也是全亚洲销量最高的音乐作品 全球销量总计约1100万张 然而事业的辉煌并不代表他的生活过得顺遂 第一次的婚姻失败到妈妈的离开 再到第二次的结婚生子 经历了起起起伏伏的人生道路 中途还得对抗身体的病痛 不过这些困难他都挺过去了 还有他的嗜好也是很特别 就是收集一些特别的垃圾 然后分享到社交媒体上 这样的一个他就是我今天要介绍的主角 他就是引领了本R&B乐团的国民歌姬 宇多田光 1983年1月19日 宇多田光出生于美国纽约州纽约市 父亲是音乐制作人宇多田造石 父亲是歌手藤桂子 由于出生在外国的关系 他的童年一直要往返纽约跟东京生活 加上在特殊而复杂的家庭环境下成长 使他的童年并不是很快乐 父亲和母亲有过七次离婚再婚史 最短的一次只有离婚两周后又复合 直到2007年 父母双方才正式离婚成功 虽然他的父母经过许多次的分分合合 但两人始终都支持宇多田光发展他的歌唱事业 1990年宇多田光跟母亲和父亲三人组成家族乐队U3 两年后发行了他们首张专辑STAR 之后在1995年U3改名为QBU 12岁的他就担任乐队的主唱在美国出道 然后接连发行了I will be longer 与Close to you两首英语单曲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Close to you是翻唱之木匠兄妹的歌曲 隔年一月他继续以个人名义发行了英语专辑Precious 同时参与了翻唱曲以外所有专辑曲的创作 虽然成绩一般只卖了8000张 不过在录制专辑期间遇到了改变他命运的音乐制作人三载张 对方得知他的创作实力之后 并蒙生了一个想法就是用R&B融入乐与你 他也欣然的答应了并和三载张签下合约 在1998年他以本名发行乐语出道单曲Automatic 并成功在日本掀起R&B风潮 轻快的R&B曲风让人怎么听都不腻 隔年3月10日发行个人首张乐语专辑First Love 是与多天光的一大代表作 当时只是年仅16岁的他 以略雅的赏音在真假音之间自由切换 加上这首歌搭配火红乐剧 魔女的条件主题曲推出 也创下了日本以及亚洲专辑销量纪录 奠定了他在日本乐坛不可被取代的市场地位 之后他每发布一次专辑都会引起大众的疯狂购买 创造了无数辉煌的记录 除了在专辑销量上有着骄傲成绩以外 他也为乐剧演唱了许多经典的主题曲 比如木村拓哉和圣龙子主演的电视剧Hero的主题曲 Can you keep a secret? 和花样男子2的插曲Favor of Life 他用成绩证明给大家看他的实力不只是因一首歌的爆红而褪色 2009年他再次回到欧美市场 以自己名字Wutata再次发行英语专辑 并在同年1月公开专辑主打单曲Come back to me 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曲的MV导演是安索尼曼·德勒 然后3月发行的第二张英语专辑This is the one 在日本率先发行 专辑发行3天就卖出了7.8万张 成为首周专辑销量排行榜的基军 然而随着事业的成功 健康感情和家人的问题也接踵而来 这必使他更要坚强的面对 2002年他因卵巢肿瘤手术后的药物副作用 而宣布暂停所有宣传活动 直到身体状况恢复正常 同年9月他宣布与曾多次合作的摄影师 基里谷和明结婚 但是这段婚姻并没有一直维持下去 历经4年半两人选择离婚 2010年8月9日他在官方网站上发表人间活动的宣言 表示从2011年起无限期暂停歌手活动 原因为想专注在普通人的生活 并指多年来歌手生活使他某个部分停止成长 他这样的举动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其实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歌唱事业 导致他注定与普通人的生活不一样 在创作歌唱方面他或许是专家 可是在生活技能上可能有点欠缺 所以他选择静下来体验生活 2013年8月他的母亲藤桂子 因精神问题常年困扰 最后选择坠楼离开了 享受62岁 经历了母亲的离开 于是他选择出发去旅游缓解心情 在那里遇到了意大利酒保卡利安诺 两人在2014年2月举办了婚礼 隔年7月他诞下了一位男宝宝 之后有传闻他们离婚了 不过是不是真的就还没真实 经过6年的普通人生活后 他正式回归 付出的第一首歌就是《降花术献给你》 同时也是NHK的陈建连续剧 《大姐当家》的主题曲 歌曲是以他已经过世的母亲为主题 在MV的诠释 他剪了和母亲同款的短法 以致敬母亲的方式来哀悼他 可以看得出他的用心还有不舍 2019年5月他因经常感到肌肉酸痛 而到诊骨院检查 结果被诊断为患上运动过胜症后群 因此不能过度运动 说完他的经历 现在和你们说下他特殊的爱好 如果你有关注他的Instagram会发现 他的自拍会比较少 分享的东西大多数是捡回来的战利品 比如是捡到过的签纸和 没开封的擦眼睛湿巾 在出租车上捡到了吉他等等 而这样奇怪的癖好源自于10年前 某天在东京街头散步的他 突然被一张闪烁的光吸引住了 走近一看发现竟然是一张光碟 他对此产生了充分的好奇 开始想是谁 又是怎样把没有外壳 只有本体的碟片掉落在 人来人往的人行道上 所以他就开始对掉落在马路上的东西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有了很大的功名 除了捡垃圾之外 他有一个称号叫做熊光 因为他很喜欢熊 对熊有着强烈的喜爱 他有一只产之中国大玩偶熊 用中国的大姓张命名 称其为库马张 睡觉前会和他聊天 常常分享与他的合照 甚至一起带上飞机 还以他为原型创作一首儿歌 我是熊 定制过100万日元的连生熊装 和200万日元的LV专属熊的暗志乡 2014年回应粉丝在推特上提问 是否因为结婚而改姓天主教的时候 回答称自己姓熊熊教 还在推特上自创了小熊教的心条 可以看得出他是多么喜欢熊 最后我对他的评价是 他的歌真的超好听 感觉被治愈了 他虽然说自己是非二元性别 而非二元性别是指那些超越传统 意义上对男性或女性的二元划分 不单纯属于男性或女性的自我性别认同 不是身体构造的问题 是自我意识的感觉 虽然引起了一些争议 但是我觉得能认清自己勇敢 承认自己就好 管他那么多干嘛呢 如果说被人卸下面具是一种失败 自己卸下面具却是一种胜利 勇敢的接受自己本来的样子 世界多彩 你本就如此可爱 作为平成三大歌姬之一 他可以说是带领了本R&B的女歌手 在他的创作中几乎每首都堪称经典 听他的音乐让我体会到了 所谓的功敏感的重要性 不懂歌词光听旋律和音乐 就有种被打动的感动 如今38岁的他坚守本性活出自我 愿每个迷茫着压抑着 困扰着的灵魂都能勇敢被三代 以上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会喜欢 你们也可以和我分享 几时开始陆坑喜欢女多甜光 可以在评论区跟直男分享哦 如果喜欢我介绍这类型影片的话 记得订阅和关注我的频道